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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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一睡的 爸 你看 这是我的头发吗 我发现问题很严重 开始在意了 我在冲浪的时候 每个礼拜都要清除排水孔 不清除的话就会咽水 难道都是我的吗 当时我不能肯定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试验 我故意不和家人共用一间浴室 自己一个人用楼上的浴室 并且在浴室内放过滤网 当时我看到很多头发 把整个排水孔都给塞住了 我每个礼拜都清除那个排水洞 才惊觉自己的脱发量很严重 有一天我跟同事用穿的时候 把头给低下了 我的同事告诉我 我的脱发的问题很严重了 叫我小心地中海 我听了都有点怕 所以我决定去云南建法中心 接受护理 请问一下Derek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脱发问题 Derek是属于地中海脱发 通常男性大概30岁左右开始 就会开始慢慢地有这个脱发的症状 男性脱发从30岁左右开始 大致分前额左右两侧头发脱落 后脑区开始脱发 之后前额脱发区与后脑脱发区渐渐连接 进而连成一体形成地中海性脱发 了解一下是不是中年男子 特别容易有这样的地中海脱发问题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的年龄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随着年龄慢慢地增长当中 身体的器官也在老化 而且这个也会影响到毛囊的活跃度衰退 当然这当中来讲 头发的直径也会开始变得比较小 头发就会长得更低更薄 新加坡天气很热 如果长时间晒太阳的话 会不会比较容易有这个地中海脱发 大妈是会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暴晒在太阳底下 这个也会加重毛囊的负担 如果一个人有脱发的问题 他的头顶的头发就会先开始脱落 慢慢地而形成地中海脱发 有很多人年纪才30出头 头皮毛囊还没有老化 却也面对脱发问题 那是因为生活压力 饮食不均 生活颠倒 抽烟和喝酒过量等因素 也都会导致毛发根部变得脆弱 发根如果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 长期下来就会导致地中海脱发了 先天的遗传也是另一个原因 Direct的头皮是因为有力停塞 所以才会造成头发不容易生长 我会先为它进行深层洁净 去除毛孔中的阻塞物 建发专家为Direct进行头皮控油 和平衡皮质分泌的护理之后 再用纯草药的护理 促进他头皮的血液循环和养分吸收 恢复头发和头皮的健康 减少掉发 所以你看这个是Direct护理前的照片 在护理的当中来讲 你可以看到他本身的头发 已经开始有慢慢地在改善当中 在护理了过后呢 你可以看得到Direct的头发 更健康更努力 成长药护理使我很舒服 很享受 建法专家会很细心 很耐心地答复我的问题 那经过多久时间 你看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每个星期都会到明朗中心护理去 过了半年 现在我已经很明显地看到那个效果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头发现在已经掉了很少 我现在很开心 非常地满力 头发已经越来越多了 看到爸爸头发有这么好的效果 又改善了 你心情怎么样 我很开心 因为现在爸爸的头发比较多 让他比较帅 所以现在他的精神比较好 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 我非常感谢云南建法中心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不敢想象后发会怎样 也谢谢云南 经过护理之后 Darren的头发显得更加的健康和浓厉 幸亏他遇到问题就及时行动 才让他的头发问题得到改善 调查发现80%的脱发者 脱发现象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轻微地开始的 所以面对脱发问题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应该及时地寻求专家的护理 以免造成永久性脱发 你也想解决头发问题吗 首50位答对以下问题 就能赢取一次免费云南草药建发护理 云南建发中心是解决各种头发问题的专家 A 是 B 不是 马上SMS YNC8 姓名和答案 指8382 3232 指8382 3232 天生丽质的你 是否曾因为身残后肥胖的问题而感到沮丧呢 残后肥胖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 很可能伴随一生很难摆脱 下一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美丽妈妈Berra如何甩去产后脂肪